我一直都說汽車股,你讓我選擇,我選擇敏實和4S股 所以我這樣解釋一下情況 大家經常說買車股,但問題是很簡單 你買車股買了很多公司 但有時候可能看不清楚 這間品牌買車賣得好,是要去車款 是不是真的很好賣,在這個情況 但問題是零部件的公司有什麼好處 其實有輛車賣就行了,問題是不大的 因為可能分分鐘全部都是他的客戶 他都是提供給不同的客戶 所以只要整個行業的規模撞大時間 變相之下他最受惠 因為他不像車的公司要競爭,你要爭的 但這類的公司本身就說,他們只要有些客戶關係是保持得到 以及不斷有些新的產品推出的時間 變相對於他們那個業務的發展會有比較順大的幫助 你看到敏實也是,其實敏實呢 他做一些事情,你可以說不是很顯眼 因為他做些什麼呢 大家可以去到車裡面有些交邊位 甚至可能有一些門柄或門框 其實可以做這些事情 你看到他好像很低端,但不要忘記 他做的這些產品是絲毫不差的 就是你少少的東西都不會有錯的 所以變成他跟很多公司的合作關係 其實是很好的 另外近年開始做了一範的叫做電磁盒 就是電磁盒的業務 這範現在的貢獻又不大 但是你看到這些行業都預計 未來這四至五年的時間 這一塊東西可能會以幾外級的升法上去的 所以你問我對他的看法 我正面的這隻 只不過昨天那一棍升上來之後 真的太誇張了 變了現在 不用撐住了 我覺得這一隻 你落到大概33 大概那些位置 你再做部署也不像 但我就在第二位置 也要包裝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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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